据台湾媒体报道 24号13架解放军军机绕飞台湾岛 这是继23号的39架军机之后 又一次成批次成体系的常态化环台岛巡航 台湾媒体还特别关注到 24号的巡岛中包括了两架较为罕见的 歼16D电子战机 据台空军发布的解放军军机动态 24号有13架解放军军机飞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包括一架运8反潜机 8架歼16战机 两架轰6战机 两架歼16D电战机 台湾媒体称歼16D电战机是首度出现 据了解歼16D是以歼16为平台研制的新型电子战飞机 具备针 攻 防与一体的综合作战能力 由分析指出 此次歼16D的出现可能代表已经量产且达到一定数量 解放军空军已经可以实战化运用歼16D 就在歼16D亮相台海前一天 解放军派出39架次战机进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创下今年以来最大规模记录 另据台方统计 去年解放军军机绕台次数近千次 而今年不到一个月就已达109次 有分析指出 接下来大陆方面还会用更多的实际行动 来不断加强两岸统一的能力建设和资源积累 不光解放军军机还有军舰都会继续常态化巡航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曾表示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遏制台独分裂行径 中国人民解放军义不容辞 解放军歼16D首次现身台海 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对于台独势力有着怎样的震慑效应 更多内容请樊伟带来梳理 樊伟 好的 张慧 台湾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就指出 文章说 歼16D电子战机成为解放军歼16战机系列中 最新研制并装备部队的型号 可与其他战机形成较完整的航空电子战体系 破坏敌方讯息获取能力 瘫痪电磁系统 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也分析表示 他说 歼16D这次亮相代表解放军不怕外界有能力 搜集相关电子参数 展现了其强大的电子战能力 毕竟在未来的作战环境中 谁掌握制电磁权 谁就握有战场主动权 现在解放军军机绕台 抵禁警巡已经成为常态 在台独头上是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同时将大陆的警告和威慑具象化实体化 对此环球网今天也刊发文章指出 文章说 这些飞行的轨迹线 已然是缠在台独脖子上的细绳 让他们感觉到有些喘不上气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依旧执迷不悟 挑战一个中国底线 这样的细绳就会越缠越多 越收越紧 消息 请教委 请揑字 明不打开 新定 ل 明不打开 明不打开